中文字幕——YK 除非他们派出部队进行强攻才有可能,但那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政府军在打扫完南部战场之后,并没有进行停歇,马上又开始了行动,他们盯上了北部地区的伊德利布,于是开始集结军队开始向那里进发。 虽然政府军的气势很足,但是伊德利布并不是这么好拿下的。要知道以色列一直以来都在和政府军作对,虽然他们声称只是要攻击伊朗的基地,但是每次都给政府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 其实他们真实的目的就是给政府军制造麻烦,就连俄罗斯对他们进行警告也没有用,依然我行我速地发动袭击。 其实在南部战场上的时候,以色列也多次捣乱,虽然没有能够改变战局,但是他们暗中就走了,不少的叛军首领。 而这次政府军又向伊德利布发动攻击,按照以色列的性格,肯定还会进行阻止,所以想要成功收复还是有难度的。 并且北部地区还有土耳其存在,他们在知道政府军的行动之后,已经开始联系叛军,让他们放弃成见,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政府军的进攻。 如果叛军真的联合起来,然后再加上土耳其,想要拿下伊德利布真的是非常困难。 在这种关键时刻,我国的代表团抵达了大马士革,随后和叙利亚外交部长进行了交流。 中方表示以现在的局势,叙利亚已经可以开始重建工作了,中国愿意为他们提供帮助。 为此叙利亚表示非常的感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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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